好 就是爱台湾也是另外一种拼外交的方式 镜头当中来看非洲台湾人协会 他们是在三月中旬在南非举办会长的改选大会 现场听到这个歌声了吧 观众朋友听到了 现场台商高唱台湾国国歌表达爱台湾的心 当时我国驻南非代表刘青磊还起立致敬 什么是台湾国国歌 其实这首歌是由资深的音乐家 萧太仁老师所谱取的台湾雄青 台湾翠青 这个内容描述戒严时期台湾人抵抗威权统治的心声 曲调柔和充满了人文精神 这首台湾翠青 台湾雄青 到底一首什么样的歌 为什么引领大家进入就是爱台湾的新界里头呢 一起来听听看 优扬的歌声唱出一句句台语歌词 这首台湾翠青是本土音乐大师萧太仁 谱取正儿育牧师写的词 内容描述戒严时期台湾人抵抗威权统治的心声 当时你要怎么写都没有办法 所以则只是要把它写在心里头 用一种温和的一种声音来说 威威道出谱取的心境这首歌在还未解言时 可是完全见不得光 1993年歌曲完成出版 也因为歌词中的独立这个关键词 被独派团体当作台湾国国歌 三月中南非的非洲台湾人协会 举办会长改选 台商们也在现场高唱台湾翠青 表达爱台湾之情 在场的驻南非代表刘青雷还起力致敬 就算远在国外 台商们用歌曲方式表达爱台湾的心声 三天新闻李正道邱婉柔台北报道 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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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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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respond根坑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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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